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款是五香腰果 我们需要生腰果 鸡蛋青 五香粉 花椒粉 还有一些盐 第二款是甜辣碧根果 我们需要生的碧根果 蛋青 肉桂粉 自然粉 辣椒粉 盐 还有一些黄金又砂糖 第三款是焦糖石井坚果 我们需要大杏仁 这个是鲍鱼果 夏威夷果 黄金又砂糖 黄油 盐 还有我们自制的香草精 那么所有的食材用量呢 大家可以到视频最后 或者是下厨房我的夜夜foodtube博客找到 那么首先大家要预热你的烤箱到180度 我们先把这个坚果来烘烤一下 碧根果放在这儿 腰果 然后这个烤盘呢 我们是焦糖 混合坚果 大杏仁 夏威夷果 还有我们的鲍鱼果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所有的坚果呢 把它平着铺开 然后我们的这个混合坚果呢 把它混合好 腰果和碧根果呢 我们要烤在180度烤20分钟 我们的混合坚果呢 在这个180度烤10分钟 在我们的坚果在烤着的同时呢 我们来做焦糖酱 那么焦糖酱呢 我们需要黄油 把它放到我们的小奶锅里来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黄金油砂糖 打开火 然后我们的小火加热 让这个糖全部融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糖和黄油已经全部混合在一起了 糖全部融化了 这时候呢 我们让锅子开起来开 差不多最小火的时候呢 开一分钟左右 我们撒上一点点盐 大概四分之一茶勺的盐 然后呢 把盐混合均匀以后 我们再加上自制的香草精 那么大家如果知道这个 想知道香草精怎么做呢 可以到我往期的视频找到自制香草精 加一茶勺进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混合均匀 这样的话呢 我们焦糖酱就准备好了 我们的混合坚果呢 在烤箱里烤了有10分钟 把它预烤一下 这个香味现在已经非常香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坚果倒在我们这个准备好的空盆里 准备好一个大一点的碗 把它倒进来 然后呢 先把烤盘放在一边 大家在这个烤坚果的时候可以铺一个这个铝箔纸 然后让它亚光面向上 现在呢 我们这个焦糖酱也准备好了 我们把焦糖酱倒在我们的这个热坚果上 焦的时候呢 你要转圈的这样焦 这样就比较平均 好了 焦在里面以后呢 我们就迅速把它翻拌起来 我们让每一粒坚果呢 都裹上香甜的焦糖酱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坚果放回到烤盘上 然后呢 我们把它平均铺开 铺开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把它铺成一层 不要把它堆在中间 然后就去烤了 一定要这样把它平均的铺开 形成一层 好了 像这样呢 我们的烤箱继续保持180度 现在我们把这个混合坚果放到烤箱里 再给它20分钟 其中呢 每三五分钟你把它拿出来 稍微再把它翻拌一下 我们的焦糖坚果混合好了以后 放进去烤的时候呢 还有我们的必根果和腰果 正在进行下一个十分钟烤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蛋清来打一下 蛋清呢 也就是一个蛋清 我们把它打出一点点泡沫来 我们的必根果和腰果已经烤了20分钟了 然后现在呢 打了这个蛋清呢 我们把它一半分在另一个盆里面 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必根果和腰果来调一下味 这个必根果和腰果大家一定烤完了以后 就趁热把它放在这个蛋清里面 冰果放在这边 腰果呢 我们放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趁热把这个我们的蛋白均匀地裹在腰果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热气都冒上来了 而且很香的这个坚果的味道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所有的这个调料 把它混合一下 撒在腰果上 然后呢 翻拌均匀 然后我们的必根果呢也是同样的 先把蛋白翻拌均匀 翻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掌握一点 就是要趁热 一定要趁热 这样它才会均匀地裹在上面 好了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必根果的调料呢 也是稍微混合一下 把它撒在上面 这里是黄金油砂糖 如果大家没有黄金油砂糖了 可以用一半的红糖 一半的白砂糖来代替 但是最好是用黄金油砂糖了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浓郁 而且这个烤出来煮以后更香一些 混合好的坚果呢 我们再重新放回到烤盘上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送到烤箱 用180度 继续完成最后的10分钟 我们再烤这个 我们的坚果呢要平均铺开 好了 最后10分钟 好了 我们的新年小吃坚果已经烤好了 那么过年嘛 肯定要要起庆一些 对不对 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一些容器呢 放到你的桌子上来装这些小吃 都可以 那么我们把这个腰果放在这儿 那么所有的坚果呢 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用生的坚果 不要选用这个原味的 已经烤过的坚果 来做这个我们自己的过年小吃 还有呢 就是大家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呢 来调整和使用自己喜欢的一些 这个调味的这个 我们的调味料 我们把逼根果放在这里 再一点呢 就是大家要根据自己的 这个烤坚果的多少呢 来调整一下烘烤的时间 因为你这个多少不一样呢 所以说烘烤时间也是不一样 如果你要少量烤呢 那就不要烤那么长时间了 否则你的坚果就会烤糊掉了 那么这个小罐子呢 你可以把它放上这个 比较漂亮的坚果 然后送给朋友啊 过年走亲朋友啊 然后作为礼物送出去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我们的焦糖坚果呢 就是外面裹着一层亮亮的焦糖酱 感觉就是特别脆 而且还有坚果的这个香味 好了 这样漂亮的一瓶小礼物 就准备好了 是不是很特别呢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新年礼物 赶紧带着这个食谱到你的厨房烹饪吧 别忘了到下厨房去展示你的烘焙作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展示给大家一个新的新年小吃 拜拜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款 那么第一款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五香腰果 我们需要生腰果 鸡蛋青 五香粉 花椒粉 还有一些盐 第二款是甜辣碧根果 我们需要生的碧根果 蛋青 肉桂粉 自然粉 辣椒粉 盐 还有一些黄金又砂糖 第三款呢 是焦糖石顶坚果 我们需要大杏仁 这个是鲍鱼果 夏威夷果 黄金又砂糖 黄油 盐 还有我们自制的香草精